据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 大陆新冠肺炎疫情逐渐减缓 全球却开始大爆发 疫情扩大让全球经济受创 台湾也受不及 最新民调显示 若肺炎疫情在台湾不幸蔓延看来 认为台湾经济会大幅衰退的比例 合计于八成 据东森新闻云云端最前线 今日所公布的最新民调节股显示 对于今年台湾经济前景信心度 有高达68.1%的受访者 对今年景气感到悲观 相对而言 仅28.4%抱持乐观看法 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调查也针对 若新冠肺炎疫情扩大蔓延 认为台湾经济会大幅衰退吗 做调查 结果认为一定会与可能会的受访者 占了83.5% 民调显示 有非常高比例的民众 对于未来经济发展仍然相当担忧 在新冠疫情不断蔓延的情况下 台湾的经济成长预测 随不同发布机关和发布时间 有很大的差异 普遍而言 外商银行的最新预测都不太乐观 例如 渣打银行将今年台湾经济成长率 由2.2%降至1.9% 标准普尔全球评级 在上月底下修台湾成长率 由2.4%降至1.9% 路透社在2月19至25日 对分析师的调查显示 中国台湾地区 澳洲 韩国 新加坡和泰国 今年第一季 全部都将创下数年来最差表现 台湾将降至1.3% 原低于台当局主计部门预估 在岛内的估计方面 台湾主计处上个月公布 今年最新经济成长率 预测为2.37% 虽然已经较上次预测数 2.72%下修 但仍在2%以上 另外无论是中金院或中研院 对今年是否能保二 都表示有待观察 岛内外各大机构 对台湾经济成长预测值的差异 其实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报告的原理一样 要看对未来做什么样的情境假设